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作 我的四个词 先说 最不靠谱的 约翰 约翰为什么说他不靠谱 因为他说话从来没有算数 永远都在骗人 撒谎大王 知道他鼻子为什么这么大吗 就因为他撒谎撒了 然后再评价一下队长 王浩 我们的队长 一队支掌 王浩 一队支掌 为什么一队支掌 因为年长 不是 就是他的比较的 很多比较掌控大局 四个字改 然后副队长 小心 副队长 为什么副队长 就是协助队长 来管好三个队人 那副队长 来用概括一下 龟毛 两个字概括 龟毛 就副队长因为是处女座 张武新应该是 因为是处女座 所以他的就比较 什么事情 他都要学得很完美 然后他也容不得眼里容不得煞 看到别人的那个 哪里不好啊 他都会说出来 然后经常去 经常会批评我们 会点评我们 然后然后这时候 虽然那时候 有时候对他看得很不爽 这样对我们 但是知道他说我们好的时候 我再私下来回家想想 就会觉得 就这样吧 挺好的 然后再评价一下 我们的队里最高的那位 沙拉哥 肖顺瑶 瑶瑶同学 他是一个热血青年 然后 冷酷的外表下 藏着一个很 温柔的心 很温柔很善良的心 难忘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一块 难忘的事情多的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那 我现在随便想一想的话 我想到一个就是 比如说我们经常 私底下 我们会有 我们自己的私人party 就是 只有我们几个人 然后可能会 再加几个自己的朋友 然后就很 很 很秘密地进行的一些私人party 当然不会做什么坏事 就是 在一起 比如说 玩个大冒险 然后输的人 当众在大街上跳舞 之类的 未来的计划 我其实未来 我的未来 我觉得应该 基本上是跟我四个词一块 去完成的这个梦想 因为我们的梦想 从四年前 一起许下的这个愿望 一起许下的 一起 有的这个梦想 到 未来的五年十年 我觉得我们都要有 用 不停地用我们 所学的 东西 去完成这个梦想 那我和我的四个词 能在接下来的 不能说是接下来的多少年 我觉得应该是接下来的这后半辈子 我们都要一直在一起 哪怕是实现了梦想 哪怕是完成了我们的愿望 哪怕是实现了我们的梦想 我觉得我们也是要一直在一起 因为我们 一起努力过 一起经历过 我觉得这是 这是我在这个人 活了这么多 在这个世界上 不容易得到的四个兄弟 也是很不容易去 得到的一种经历 我觉得我们应该珍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